在我們的意外險的條款裡面 就有一個像是故意行為 其實醫美它就是屬於這一類的 這樣是嗎 是指被保人本身的故意行為 所以如果我買了保險 然後他就故意行為 就是沒有他自己的故意行為 我自己傷害自己 這樣叫故意行為 歡迎收看今天的美衣褲任務 現在在台灣越來越多人會做醫美手術 不管是微整還是真的我們去做大手術 大家都會知道說在我們執行醫美的時候 一定會有一些風險產生 我們平常也會做一些個人的投資 就是在保險這一塊 那究竟我們在做醫美發生一些 大家認為失敗或者是更嚴重是 影響生命安全的時候 那究竟在保險這一塊 能不能給我們一些理賠或者是協助呢 可是據我所知 我們在醫美這一塊好像是沒有任何理賠的 所以我們今天就邀請了專家來為我們解說 關於醫美出現問題到底有沒有保障呢 讓我們歡迎他 余曉緣經理 哈囉 大家好 好的 那我們今天就是邀請NICO來為我們解說 最近在網上有看到一個新聞報導 它是關於醫美手術意外部分可以獲理賠 那想說這個部分因為我們其實對於理賠這部分也不太清楚啦 所以想說要請專家來為我們說說這個報導的內容 這一篇報導我也有看了一下 就是它其實在說明醫美的在療程的過程當中 如果發生意外的話 感覺上是符合我們所謂的意外的定義 好 那意外的定義是指 外來突發還有非疾病 所以看起來是很像沒有錯 可是在我們的意外險的條款裡面 其實即便你符合這個意外的定義 那它裡面還是有一些除外不保的一些範圍 那除外不保的就有一個像是故意行為 聽起來很奇怪 什麼叫故意行為 可是其實醫美它就是屬於這一類的 這樣說啦 這樣說啦 這不是故意嗎 不是 這也不是故意 他弄你啦 但是弄我啊 但是這個故意行為是指被保人本身的故意行為 喔 喔 所以如果我買了保險 然後他就這樣故意行為 就是沒有他自己的故意行為 我自己傷害自己 這樣叫故意行為 我們已經知道它這個可能會有風險 那這也不是屬於必要性的 因為不做也就這樣子活嘛 戴口罩戴膏 就是也是這樣也是可以活嘛 因為美醜這種東西 醫美這種就是屬於選擇性的手術 所以它不在我們的意外險的理配的範圍 對 所以這篇報導可能還是有一點偏誤這樣子 所以可能要注意一下 其實保險那麼多種類 到底哪些是跟醫美相關的 像我們自己本身的保險裡面啊 可能就是都會去保一些像 受險啊 意外險 重大疾病啊 癌症 醫療 好等等的 那其實這些我們自己的個人保險裡面啊 只有一個受險會跟我們的醫美有關 如果說我們在做醫美的過程當中 如果萬一不幸申固的話 那我們的受險是會理配的 對 但是其他的醫療啦 意外啦 這些就是沒有 所以全部都沒有關係欸 對 就真的只有受險 就是連我們想得到的意外險 居然一點邊都沾不上 對 醫美這個是屬於一個 非必要性的醫療手術 所以在我們的醫療保險裡面 有一個定義就是 必要性的醫療 然後醫生認為你一定要做 才會在我們的自己的個人保險裡面 去做一個理配 對 我就聽到一個關鍵了 醫生認為你一定要做的 所以這個是不是又會有一些模糊地帶啊 譬如說醫師是說 你這個太醜了 你一定要給我去講型 有的意思就是說 欸 你這邊需要補一下 那邊需要補一下 這邊也要做一下 那總算嗎 當然不算 因為每補大概就是 可能也是夫妻功比較不好一點 額頭不夠高 差一點對不對 拍照可能再多修一下 所以他不算 那如果是聽了他的話 然後做了之後 錯了問題 這樣就算了 那這個就是屬於 這個醫生要自己保一個 醫者險的部分了 好 就是說如果萬一跟消費者有什麼糾紛 欸 我們有保險來保護雙方 這叫做專業責任保險 所以我會建議說 就是在選擇醫美的時候呢 多去評估一下 就是這間醫療院所 有沒有去保醫師責任險 但我們當然沒有會知道 我們要口頭問 你可以直接問櫃檯 這麼直接嗎 請問你們有一責險嗎 打開大 其實平常 通常你會問的是 什麼療程什麼價錢 大概就會再多問一個這個 最後要注意的啊 訴訟要注意的 其實現在大部分都有 10間可能有9間都會有 因為醫師也很怕 因為台灣的醫療糾紛算蠻多的 發生事情的時候 也可以比較避免說 萬一要進入訴訟啊 那個有兩三年 那個農藏的程序 後續不必要的事情可能會很多 這個保險是對雙方都會很有保障的 醫療院所或是醫師本身 他有做這個保險的話 消費者這邊有什麼保障的嗎 醫生買的是保障他沒錯 可是就是因為你有 他在醫療的行為當中 通常這個糾紛大概會有很多項 但是比較多常聽到的可能就是手術的疏失 像我最近也有客戶剛好 就是也去做醫妹來問我 因為他就是做眼睛相關的手術 那醫生可能在操作儀器的過程當中 不小心弄到他的眼睛 那眼睛是很脆弱的 稍微弄到一點 他就有點眼角膜有點受損 他就很痛很痛 然後痛到眼睛張不開 這是醫生的疏失 就很明確了 那他就很馬上就覺得要告醫生要幹嘛 然後就看對方的態度啊 什麼什麼等等 他很巧就是這個院所沒有保醫者險 這麼剛好 可能還沒看到你們這一篇的播出 沒有的情況之下就變成是只能 雙方協調 不行就是訴訟 那你就是變成要由消費者去提高 對那消費者也很麻煩啊 那可能要請律師什麼的 你如果一開始就選擇一個有醫者險的院所 其實對我們消費者來說是相對有保障 理賠的內容大概就是 其實就有兩種 一種就是 單純這種受傷 一種就是比較嚴重 手術過程當中的生骨 細項的話 像醫療的話可能就是 醫藥費吧 像他眼睛有點受傷 他又再去看醫生的醫藥費 還有他可能休養兩個禮拜 工作中斷收入啦 或是往返看醫院的 區醫院的一些交通費啊 或是甚至嚴重一點要請看護 好那這就是屬於一個 會發生的合理的一些費用 那這個都可以來跟我們的 從醫者險這邊去做一些理賠 這些也都是要給單據嗎 最好是有單據 那有什麼精神賠償嗎 譬如說 我這兩個人沒有辦法上班 我心情很憂鬱 所以我都睡不著 我的精神是要影響 可能會影響我之後的工作 那這個有什麼精神 這一定是有 但是就是協調 好你總不能說 我只是稍微有一點點的 我精神賠償給100萬 也不可能啦 就是也要看情況 但是的確是可以求償這一部分 因為你沒有弄到我 我也不會這麼痛苦 因為受傷是我 即便你付我醫藥費 我還是很痛苦 所以這個部分的確是 精神賠償是可以含在裡面 那深顧一定有含精神賠償 甚至如果說 他是一個還在賺錢的 可能20幾歲 對 那他父母還沒養到 那是不是要把他未來工作的收入 就整個一包錢了 那可能就更多了 但是所以要看這個事故發生的大小 然後來做一個合理範圍的討論 所以一則顯這個涵蓋範圍 其實很廣泛 簡單來說就是人要有受傷 就是醫美造成的意外 當然他幫我們弄好 漂漂亮亮的離開沒事 但是萬一不是只有這樣 有用到其他的 造成疏後的一些 可能後遺症啊 或是醫療的誤判啊 什麼等等 這些都是含在裡面的 那我有一個疑問 這個東西我沒有辦法很確定說 到底是不是在醫師手術過程中 造成影響的 譬如說有些手術 他當下的確是 在手術過程中 可能沒有處理好 可是當下是感覺不出來的 譬如說割雙眼皮好了 對 然後他當下割完 因為你整個眼睛很肘 你也不曉得有沒有問題 然後可能術後 譬如說一個月 才發現 欸什麼 一高一低 就是割的不好 術後呈現出來不好 這種也算 這個沒有辦法很明確判定 是不是醫師在手術當下 造成醫療卓施 那這個有辦法 我覺得這個狀況都是個案討論 遇到了才能回答說算不算 那當然事情如果真的萬一發生 其實醫生也要自己承認他有錯 他如果就是不承認 他說我就是沒有 我就是沒有錯啊 對那就是保險公司就不用出面啊 就是你醫生自己都認為我沒錯 保險公司還不會管你 就是說意思就是說 醫生要真的承認自己有疏失嘛 因為有時候不一定是真的醫師有疏失啊 有時候消費者是 他可能會是來亂的也是有可能 醫生是這樣子 如果我真的有一點疏失 我有保險公司可以幫我cover 那我就大家三個出來瞧一瞧嘛 但是如果我就真的沒有 你就來亂的 我幹嘛還要叫保險公司付錢 這樣也是不對的邏輯 因為這個手術都有一個療程 他們其實都有一個手術紀錄啦 然後可能護士也都有護理紀錄 等等的過程 那他一定也都要附上這些資料 如果真的要出錢 也都要附上這些資料給保險公司 他們也有專業的理陪人員 醫護人員去來看說 是不是真的符合 狀況都是太多種 所以可能沒辦法 就這樣回應你說可以或不可以 一定是個案討論 那我還有一個疑問 疑問很多 那有沒有就是醫治承認 但保險公司覺得不算 這個人跟醫生有關係 比如說這個受傷是我先生 或是我老婆 我們有關係的 那就有可能跟醫生套好 來故意要那個 就這樣也不行 如果萬一是這種時候 當然不賠啊 如果我們的民眾 做醫美療程的時候發生意外 他們到底可以怎麼去說去理陪呢 如果真的發生醫療的舒適的部分的時候 當你覺得有不舒服的時候 我會建議你 一定要馬上趕快先通知你的醫療院所 同時呢 你就去就醫嘛 然後趕快去治療 那在這個就醫的過程當中 可能會有一些醫療的單據 收據 你也可以去準備一些 兩個禮拜不能上班等等 那你要提供證明 你兩個禮拜不能上班 你到底是薪水多少 你是月薪10萬還是2萬 那求償的金額一定是不一樣 這些單據都收集完 那等到療程結束之後呢 你都整理好這些照 你來去跟院所或保險公司 同時要申請這些理陪的時候 就會比較順利 趕快進行和解 醫療院所他有保一個 這個醫則險的話 當然就是會有一個中間者 來做一個協調跟寫註 好處就是說 既然有第三方專業的 然後甚至他們就是付錢的人 所以對醫生跟這個消費者來和解 一定是有利的 因為當如果沒有這個的時候 雙方的想法跟觀念會差距很遠 所以那一個中間人是 醫則險那邊會派的 對 保險公司 保險公司會派的 對 就是看他們 醫療院所保哪一家的 民眾這邊找律師 自己找第三方來一起 對 因為這樣就變成說 都是醫師那邊的 對啊 感覺聽起來就是醫師 一定是會找一個自己認識的 不管是律師的朋友 或是原本的業務員協助 所以一定還是說就是 會找自己信任的業務員 或是一些保險顧問這樣子 那像我的客戶 他就是也是先來問我 那我也是跟他說 你自己的這邊沒有 可是你可以準備什麼什麼什麼 就是協助他這樣 有保險公司協助 他可能很快就和解了 對 那我可能會跟他說 你要怎麼去提個求償 或是怎麼樣會比較順利 在我們消費者這邊 當然萬一發生 你要去請一個律師嗎 還是找朋友就好 也要看那個事件 如果這個事件是很大的 那一定要找律師 在醫美跟保險這一塊 就是中間的關聯其實 蠻挫挫複雜的 可是大家今天一定要記得一個重點 就是你去醫美診所的時候 一開門就要問他說 欸你沒有用力折現 就是可以保障自己的權利 對 那今天就是真的非常感謝NICO 就是在我們還沒有跟NICO聊之前 我們都會覺得說 如果去做醫美 真的萬一不小心發生什麼事情了 是不是意外險那邊就可以寫住 對 其實是不行的 大家不要再有這種錯誤的認知了 包含連網路上提供的資料 其實也就是正確的 所以 讀外卷書不如看美衣製 帶給你正確的知識好嗎 那今天就是最後還真的非常感謝NICO 相信大家今天也得到非常正確的觀念了 就是記得一則顯 大家一定要把他聽在你的腦海裡面 那今天的美衣出任務圓滿成功 謝謝 掰掰 那好 如果還有不了解的地方 歡迎Google我 Google我 不要啦 開玩笑的 喜歡我們的影片 請按喜歡訂閱 並開啟小鈴鐺喔 如果還有不了解的地方 請歡迎跟我聯繫喔